我們看現在民進黨傳出有意在北市的中正萬華區徵召您參選 你自己個人有意願嗎? 那我的態度始終如一 就是他們派我去哪我就去哪 去金門也OK喔 我們看現在民進黨傳出有意在北市的中正萬華區徵召您參選 你自己個人有意願嗎? 我在前天也有發表一個公開的聲明 就是簡述了一下被詢問的過程 那我的態度始終如一 就是他們派我去哪我就去哪 去金門也OK喔 那現在有傳出 那有人問說是不是應該找一些在地方深耕比較久的女性候選人 您覺得您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種在深耕地方的方式? 我想決定權都不在我們手上 這個問題應該是要問給有決定權的人物才對 那北部的基督比較大的是中間嗎? 我真的接受一切的安排 我不是要故意學侯友宜講話的態度 但是我真的接受一切的安排 那怎麼看說綠營內部對於這些事情都會有些雜音 自己要怎麼說服他們? 這個不只是在綠營啊 在哪一個陣營都會有一樣的情況啊 臉書有說自己真的很像沙包被打 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現在也只能笑笑的被打吧 當然像個沙包 後來如果真的有機會當上候選人 我想競選小五可以出個小沙包 因為她也不是唯一的候選人 所以我覺得單就她去做討論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用 她應該要先表態到時候到底會支持哪一個政黨的政黨票吧 如果她要一直主張無黨無派 然後委屈的和平也是和平 她目前看起來選民沒有要買單 她還因為這樣開一個新粉專 然後說不想要讓政治影響到她原本的粉專 這個很 這個思考很特別耶 就你又要參選 然後又要說不想讓政治影響你的粉專 所以代表你認為你的粉專比參選重要嗎 在第一次被詢問的時候就告訴她 她知道 她就知道 她真的很支持 她們家的政治傾向跟我一樣 其實她們還蠻關心台灣的政治 很感謝她 真的謝謝她 謝謝她的體諒跟支持 然後我有朋友就 跟我開玩笑說 是不是民進黨幫你做法找到這個老公 都開玩笑說 這是一個很適合要從政的人的先生 對 很多音樂 很 h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